如果在拆墙板的时候发现墙里嵌着一个人名 那么师傅是否会产生心动的感觉呢 爱整活的假赛们今天想到了一个超好玩的整股计划 那就是用发臭的淤血将白蓝怕化妆成尸体模样 然后再将其转移到墙体后方的格子里 只为了给上门维修的师傅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很快今天的倒霉大寒蓝叫就驱车来到了现场 屋主一本正经地向他讲述着自己的需求 了解完大致情况后蓝叫便出门拿工具开始拆墙 接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不难看出师傅真的被吓到了 毕竟这鼻青脸肿的模样以及那散发着的恶臭患谁都会心动 蓝叫一看一个不支声 匆忙地放下墙板后转身头也不回的就离去了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刚要走出大门就被屋主叫了回去 蓝叫只能强装镇定假装无事发生 并坦言自己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屋主也不为难他只是让他继续工作 无奈蓝叫只好加快进度好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就当他完工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 这操作把蓝叫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节目的最后众人也向蓝叫坦白了事实的真相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 并询问蓝叫有何感想 如果他死了就死了 那就是 我不知道什么我应该去做